吃完早饭了吗 太热了 把外套把那个裤子换一条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熊 今天呢我们把房车开到了兰州 我这个房车充电的时候 试电充不进去 然后隔了半个小时试电又充进去了 有可能是那个逆边器有问题 然后呢就跟厂家反馈了这个问题 结果人厂家二话不说 直接给我买了一台那个新的逆边器寄过来了 那搜到逆边器之后呢 第一时间就来到了那个兰州的明达房车改装厂 然后到这边来更换一个新的逆边器 这个逆边器比我之前用的那个要好一些 最起码有一个控制面板是显示器啊 之前呢我跟宁阳房车厂家那边工作人员沟通的时候 我还在跟他们讲 我说要不要找一个就近的房车维修点 然后去让这边的工作人员检查一下 看是啥问题 结果那边工厂的领导说不用检查 直接寄新的过来 以免后期长途旅行的过程中 如果说再出现这样的问题很影响心情 所以他们就直接寄的新的过来 凡是跟线路有关的感觉都挺复杂的 看到这下面一团线 哎呦我头多大了 你现在试一下小功率的运件机你可以试一个 这个220伏的接电已经可以了可以充电了 然后呢还是哪 嗯所有的插座你都试一下 所有的插座是吧 好 这个插座是好的 使用的时候从来没出过问题 但是问题我还是没走现 就误打误撞说的问题都好了 对 那不应该吧 就换了一个逆变器说的问题就好了 那就应该是逆变器的问题啊 我现在就是现在断着这个线 它源自于哪 我把这线头都追踪速远把它找见 你看那些线头 嗯 这个应该是割断的在啥地方 不懂哎 反正这个车拿回来我也没动它 嗯 这个适配器可能有问题 现在适配器那个座子是已经烧坏了 哦这个座子是烧坏掉的是吧 嗯 现在一个一个查 你要把问题解决 好的 就辛苦一下师傅了 主要是这个线太多了 咋才哦 我的天呐 货外电源 切掉了那边器和电池 嗯 我把它变到线路里面不知道好不好 我现在只能一个一个试 你试一下 反正现在是已经没有啥问题了 哎 洗机打不开 洗机不通电 哦 对吧 拔掉这个 啊 洗机不通电 嗯 现在插好了 你再试 好 好 可以了可以用 你这会儿我就说买一个那样的一个东西 啥东西 呃接地带 接地带放到这个排气管上 它一直是等于是有一个铜线拉到地上 就等于接地了啊 现在你四个这个车上面 接地的跟地面接住的这种皮骨落 它也是不导电的 所以它漏的电 抖不到地下呢 嗯 所以它会造成那个啥啊 电源之类这种情况 那我明白了 就跟那个大货车一样 后面捞一根袋子呗 对 就那个 哦 明白 所有的车啊 一般特种车标准的来说都有 哦 但是我们现在呢 没有 像 现在车都没有啊 你们的车也没有 没有 好呢 如果说 如果说有冬天 呃 容易 容易有进电什么的 就板一个那个东西 它就导电 可以把电源导到电 哦 明白了 我还语 只有我的车没有 没想到所有的车都没有 那天在热尔盖草原 跟那个小白狗玩 你看 它草地上那个虫咬成这个样子 这孩子有点跟他小姨一样 皮肤不好 稍微有一点点痒啊 虫啊啥的 这个包好久好久才下去 给他抹了药 昨天晚上养到半夜了二哭 这熊孩子 把线系上去好了吗 好了 现在是 你再重新试一下 全部正常了 就现在我们并到我们的这个 逆边器上 啊 拖开这个移动电源 啊 我们再试一下 如果现在好了 我们就再试 外界试电 如果再好的话 就OK 都没问题了 那就还是逆边器的问题了 不确定 我现在文章 还不确定 我现在问题啊 就是没有找件问题 但是它东西好了 就把所有的线是解开 完了又装上 唯一就是剪了那两个线 如果说是再找不见问题 我现在待会把那个适配器拿下来 拆开这个适配器 有可能就那个适配器坏了 这样子吗 好吧 反正这个空开是坏了 烧坏了 因为就是它短路做成那个啥 跳杂跳的 跳杂硬斑硬斑 就把这个跳了 昨天营地上楼 那两个也是准夹顶了 我今天回去在营地上去 再去解决营地上楼 行 排气扇也坏了吗 压断了 现在跳过去 拆到充电模式了 那就没问题 现在充电也 也在充了 反正不管怎么说 换了逆边器它好了 好了就行 这是外接电源进来的线 然后师傅现在是换空开 把两个空开都给换掉 这些都是从上面剪下来 不需要的线 哎呀 撞了一枪 出回来 活着了 这个车呢 我拿到手里面的时候 已经行驶了一万公里了 它是一辆二手车 但是呢 从厂家出来 没有上过牌 所以还算是一手 一手新车 只能这么去解释了 南州的网友 或者是从南州这边旅游路过 车子有什么问题的 都可以找李哥 李哥还是挺心细的 你看这些 所有的线 他现在都一个一个的打上标签 就是这样以后 如果说车子再有什么线路问题 或者是哪个方面出毛病了 检修检测的时候 一看就一目了然 知道哪根线 这是220伏的备用的 这个是多的 但是 如果后期修的话 别人还会把这个先查一次 这样别人就不用再查了 知道这是干嘛的了 这会儿把这个空开给换一下 现在逆变器已经放回原位了 然后呢就再试试垫 确定好之后 然后再把它垫上螺丝就OK 现在我是把所有的开关都关了 然后我看一下这个是 那这个再标一下 这个是预烟器的 嗯 预烟器 OK 正差了 正差了 咱们能就喊花姐去门口来 哈喽 在这里面 进来 哎呀 好帅呀 哈哈 来来来来 哇哦 花姐越来越帅了 哎嘿 找我了没有 小花姐了 你好你好 这个是花姐的新车 这个车的车头要比老款的 那个车子要霸气好看 而且这个车的这个车架 车把架高了 这个坐姿很舒服 可不能搞倒了 倒了要陪花姐车的 这是个新车 没事 你把房车陪给我那些吧 哈哈咱俩换车吧 哎呀 看到摩托车 就想到了我们四年骑车的情况 这个脚踩怎么跟之前的脚踩不一样 怎么前后踩呢 对 它这个是前后踩两个 然后是那个大脚踩 骑了 花姐骑了三千多公里了 跑高速爽不爽 跑高速超爽 哈哈哈哈 主要是跑高速这个挡风很高 那个风不会吹到那个胸口 对对对 嗯 这个很好 一边系呢已经固定好了 现在就把这个控制面板给装上来 跟花姐在南州短暂的相聚 现在呢 他们准备出发前往西宁 本来源计划是我们一起在那边呆着 但他那边有工作要做 所以他们先出发去西宁 往青海方向走 我们明天就去啊 对 我们明天再聚 明天聚 事情弄好之后 咱们就一起走一段时间 好的 因为我房车现在更换那个配件 还没更换完 好的 慢点啊 花姐都不敢回头看我 怕倒车 小朋友好 你说哪些要注意 你看这个啊 这个是防冬液 它是柴暖里面的防冬液 啊 严格按照这个线 不要低于这个线 不要高于这个线 高于这个线它可能会存在喷 低于这个线的话 它加热 就是你的水 就那个暖气 这个洗澡水它不热 行 它或许就会 噗哧噗哧一下一下的 那天就有一个这样的情况 结果加了水就OK了 好的 现在所有的问题都解决完了啊 好了 我要撤了 好了 搞定了 搞了一天 辛苦了辛苦了 终于搞好了 对人民服务 哈哈哈 辛苦辛苦 现在水电全部已经弄好了 一边器也换好了 该检查的也检查了一遍 李哥还是挺专业的 车子一开过来 他一看就知道 大概是哪里出了问题 所以车子弄起来也快 大半天的时间已经弄好了 业余的光业生 很专业很专业 哈哈 我先拿一个东西 好的 你再试试 行 再试试 这都没问题了